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小伙又出来找鸡子 找妥鸡妥鸭 哇塞 刚刚来到这个村庄里面看到没有 好漂亮的一栋别墅 这才是农村向往的房子 好漂亮 带大家看一看啊 这里还有天然的石山 你看这样的房子 水不像啊 其实每个人今生都有一个很大的愿望 我的愿望就是 如果说生活这套房子是小伟的了 那我今生就没有遗憾了 现在每天出来工作加油 就是为了 希望早点实现自己的梦想 人嘛要活得有梦想 看一下刚刚一个老鼻子介绍我哈 这里有 五只麻鸦一只鹅 就是这副人家的 他哪个好高起来嘛 刚刚跟那个 啊 老哥谈好了 就把这个五只麻鸦子啊 这一只就在水里面的水鸦子 好吃一些 大家看一下这个 今年抓的新鸡子二十多块钱一够 都养到这么大了他们 看一下这个大哥家的 待会儿我们就搞黑鸡子 把这个黑鸡末啊 老鸡末 哎呦他这个后面你看农家都是这样子的啊 老房子后面羊钩 无羊钩后面 要对 已经是五年里 五年里是不是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吃的骨子啊 骨子里面就是大米 五年的鸡 还有一个在鸡窝里面 朋友们说盘不盘他 那就盘了啊 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吃到那个 农村乡下的那种山样的 就是一家一夫他只养了几只鸡 没有养多的啊你看 你看刚刚还剩了蛋 我们看 大家看一下刚刚下的蛋 看到没有这只真宗的土鸡蛋啊 现在小伟跟这个大哥就谈好了啊 他有那个五只老麻鸭 还有三只黑母鸡 五年的还有几只防母鸡 因为农夫嘛他也是想着要卖就一起卖 不卖的话他就一个都不卖 我就想他干脆就大胆一点 就把它盘下来 你看这鸡每天都是不停的在地上找虫子吃啊 它上面就是竹林 这个地方有两块 农夫家养鸡都是这样子的 待会儿你们几个就跟我走吧 今天晚上去我直播间站绑啊 其实我最看重的就是那三只黑母鸡 还有这五只麻鸭子 这个地方还挺好养鸭子的啊 你看周围都是汉土 中间有一个池子 每天下面还有很多稻田 他们前几天那个稻田没打的时候 他们就在稻田里面现在马上插秧了 这个鸭子都要出手卖了 所以说这两天小尾刚刚出来啊 就是拖一部分粉丝朋友们 叫小尾出来那个找土鸡土鸭 既然我们粉丝朋友们大家有这个需求 每天小尾不管走到哪一个地方 都想把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 把它记录的详详细细的 更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买到我们的 不管是鸡鸭鸭啊 买到了之后 你们心里都有个底 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能吃到更好的东西 哪怕每天欢山玉林 不管多辛苦 小尾都觉得这些事情做得非常有意义 很值 大家有需要土鸡土鸭的 土鸭的每天 锁地小尾的直播间 每天我们在九点钟左右开播 我们做了这个电商直播带货这一块的话 现在我慢慢的感觉到 非常的有意义 能够为当地的老百姓 就是可以给他们 卖一些农产品出去 不管卖多卖少 再加上的话 我们可以把农村乡下的好货 分享到大城市里面 希望这件事情有更多的粉丝朋友们 支持我们 同时也 帮助了我们当地的很多的农户 在这里小尾要感谢大家 还有个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既然选择来做的话 我们一定要秉承着负责任 认真 把控好质量的原则去做这件事情 我想这样子 这条路应该能看到光明 同时我也 向粉丝朋友们保证 一定要给粉丝朋友们的试图货 还有大家不管在我的直播间买了东西之后 每天我收多少支 在哪个地方收的 你们跟我记详细 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同时我也希望我的粉丝朋友们 共同的监督小尾把这件事情做好 刚刚这个大哥讲的时候 这只鹅它就留着看家 就把这几只麻鸭子卖给我 也可以的 现在它来把鸭子赶上来 大家觉得这鸭子你们想不想要 其实农夫也真的是大家看到了啊 通过近两期我们拍视频 真的 农民也是挺朴实的 他们喂出来的东西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 就是支持 支持我们的同时也是支持了更多 我们当地的农户 哇塞这个鸭子赶上岸了之后 发现好肥的哈 走路就是一拐一拐的好肥 来我来我来帮你端好吗 很很亮点把它门开看 把门给它开哈 不是它关起了鸭子在门开的 嗯 我把这些弄起 我牙齿的小子 嗯 这些鸭子 鸭子不住了 吃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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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的就很大 我更加了我牙齿的 对 担出来一撑 今天搞个框子方便多了 明天我还去搞个框子 哎 三十 三十二斤半的就算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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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都要调嘛 刚刚这个鸭鸭 现在就没半了 哈 现在大哥来抓鸡来了 老黑木鸡 我还有两个内包的 我本人为几乎过 哪个不搞 我个那个 要得 我个用头起的 哦要得 好 来问钱哈 对 对 我给你拿起嘛 你做起来 给他个工厂 哎呦 想吃那个老土鸭子 麻鸭 还有那个鹅 老木鸡的 今天晚上早点来到小伟的直播间 现在我把这几只鸭子那个 和鸡把它 装上车了之后 我就赶紧的回去 烧水 把鸡鸭给它宰出来 朋友们我们晚上直播间 不见不上 感谢大家的支持哈 看小伟视频的同时 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帮我点点赞 评论区有什么想说的 评论区见